传奇法师,杀生食肉难逃灾恶,我们人间要过年了,但是每个地方都是这样,特别我们中国很会吃,中国人这个吃全世界有名的,过年猪瓦基亚又遭殃了,我们在庆祝过年时他们的杀劫降临了。 杀劫降临,这些猪瓦,鸡啊,狗啊被杀了,作为同生在天地之间的,那我们人难道就会吉祥吗,会不会? 我们人也跟那些众生一样,在天地之间,在大地上,我们都在这方世界生活,他们被屠宰了,我们人难道心会安吗? 更何况是为了我们自己私欲,我们要贪吃贪喝,贪吃他的肉,这是世间很残忍的事情。 我们人间也会发生这种,人间发生这种是什么原因呢?就是这个原因,说欲知世上高兵节,且听夜半徒门声。 前面还有两句,古人讲千百年来晚礼庚,愿深似海恨南平,欲知世上高兵节,且听夜半徒门声。 我们江苏省会在南京,南京为什么击十年前发生大屠杀,我们怪日本人。 日本只是现象,真正的刀兵节从哪里来的,从杀生来的,杀生所造的那种杀气,复仇的气息,我们人间刀兵节真正的原因就是这个,刀兵节是从这里来的,借住他的手而已啊。 现在社会也不打仗,为什么有的自己把自己家里人杀了,伤害他呢?为什么? 也都是这样子,有一股冤气。 过去东北有个白孝子,他爸爸妈妈去世他守孝,连住守两个孝妻,一般性我们中国传同守一个孝妻是三年,他守两个,就在坟墓边上搭了一个毛棚住在那里。 一开始呢,他因为结过婚,墨有要小孩,为了养活家里人,养活他妻子他还要去打工,打工挣了钱给他太太,然后他就天天住在坟边上,住在这个棚子里。 他妻子忍他忍他,忍了很久,后来实在受不了了,就跟别人相好。 那天把他相好带到坟地上,跟他这个男的说,如果你再不回去,我就跟别的男人走了。 结果这个孝子他还谢谢那个男的,他说,谢谢你把他照顾好,我就托付给你了。 好了,他妻子真的一气就跟别的男人走掉了。 这白孝子好了,一点牵挂也没有了,他也不用去打工了,天天就住在坟地里念经打坐。 山下有一户人家,是一个小商贩专门卖豆腐,小本经营的,他就很感动,被这个白孝子感动,他承诺,你只要好好修行就是,连饭都不用你做,我提供你。 他不但不用工作,连做饭也不用做了,这个豆腐店老板每天到时候就派他的员工送饭菜上山给他吃。 白孝子一心一意的,也不用打工也不用烧饭了,天天有人给他护法了,他就念经打坐。 他功德力增长了,修得开了天眼。 开了天眼之后就看到他一个堂兄弟冤亲债主上身,过去伤害过众生,这个众生复仇。 通过什么复仇呢?通过他的朋友伤害他,所以那几个跟他玩的朋友一下子就跟他翻脸了,把他绑起来,拿过去民间的土枪就要打死他。 白孝子在山上闭关,他天幕里就看到这个景象,他要救救他。 这个冤亲债主要讨命,他要救救他,化解掉。 那个人举住枪正要打的时候,白孝子这边用法力,手趴打过去,把那个枪打偏掉了,砰一枪打偏了。 白孝子那个堂弟一看,你们这些家伙真的要我命,拼命的挣脱了就跑。 跑掉了之后那个冤妻说,通过朋友这边莫有害掉他。 这个报仇的这股冤妻他也知道是谁救了他,他想白孝子,你有本事救他,我偏偏让他死,看你再怎么救。 他堂弟跑掉之后,自己回去拿了一把刀,跑到山上到白孝子这边,他要自己砍自己头。 这个冤妻附身就附到他堂弟身上,拿了一把刀跑到白孝子面前说,你有本事救你弟弟试试看,我现在当你面砍他头。 你看厉害不厉害。 他附身附在他身上拿刀自杀,要杀掉他堂弟,我前面附在他朋友身上要杀他,你给他救了,我现在附在他自己身上,让他自己的手杀自己。 他那个刀要砍下去的时候,白孝子就定在那边,眼睛直钉钉看住他,他仍在这边坐住,但他那股破冤家的力量作用过去,他堂弟刀举起来就砍不下去。 白孝子眼睛瞪在那里,眼都不敢眨,两个人都憋得脸通红,一会儿就汗流加倍,两个人都憋在那。 正好山下这个做豆腐的派人送饭来,一看吓一跳,这两个人干嘛僵持在那里,一个人拿一把刀举得高高的要往下砍,看到白孝子眼瞪得大大的看住他,两个人就僵在那边,不能动。 他看了一会儿才一时过来,赶快把刀抢下来,才把这个又化解掉,你看,那你想想看报酬的这个讯息多少厉害,那个冤气很重,他通过别人,通过他自己的手来杀他。 现在社会上也是,为什么现在自杀率高也是这样的,他冤气重了,每一天他生活有点挫折了,有的人自己就想活住墨一死,不如死了好。 你这念头一想,好了,冤亲债主有机会了,马上就给你控制,哎,死了好死了好,他给你想办法叫你去自杀。 所以我们在座,我讲这个故事你们知道吗?千万不要有自杀的念头,你有个自杀的念头,那个自杀鬼,冤亲债主至少跟你七天找机会。 这是很严重的,还有一个平时我们不要接冤你知道吗?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说要基因德基因德,基因德很重要的。 反过来你不基因德,你还基了很多因德冤,那你苦吧,这个很重要。 后来白孝子六年为父母亲手孝守好了之后,当地有一个大财主,这个大财主也人很好,他就来跟白孝子说, 你如果还想修行,请你能不能到我家,让我供养你呀,我给你护持。 他很虔诚,白孝子就答应了住在他家,反正都有人服侍他,他就天天念经修行。 有一天快过年了,农村过年都自己家杀猪的。 你们有莫有过过这日子,以前过年都自己家杀猪,这个财主家也是自己家杀猪。 结果要杀猪的时候,这个猪就正正正跑出去了,吓坏了,这个猪就自己逃出去了。 你知道这个猪多厉害吗,我们知道狗鸡会跳墙对不对,猪急了怎么样,猪急也会跳墙的,翻一个墙头翻一个墙头,后面追来的翻不上去,爬了老半天。 他一个墙头一个墙头翻,这个猪一直跑到白孝子住的房间,一头就跪在了白孝子面前,那个猪气喘吁吁,口吐白沫跪在白孝子面前。 杀猪的人也追呀,家里也都说猪逃了猪逃了,猪还翻墙头,大家都看热闹吗,都跑来看,包括这个老财主也跟来了。 杀猪的人手里拎住刀,其他人拿住绳子追来了,这个财主也来了。 白孝子只住跪在地下的猪跟他们说,你们看到墨有,你们看到墨有,谁不怕死啊,你们要杀驼,要吃他的肉,猪怎么样,猪恐怖不恐怖啊,恐怖的。 白孝子平时吃素的,他也没有办法叫这个财主叫他们吃素,正好通过这个机会,他说,你看你们要吃他的肉,他这魔恐怖,我们吃的肉是代价很大的,猪要付出命你才吃到他的肉啊,你想想看你们吃的哪一块肉不是别人付出命来的。 这个命是什么?血债呀,你吃那口肉要付出血债,你要欠一个命债,这很残忍的,而且这个真相也是很恐怖的。 结果大家都目瞪口呆在那边,那个猪拼命的好像磕头一样的求白孝子,白孝子就跟大家讲了这个道理。 他跟这个猪说,你看你过去也是不懂,你也是欠了这样的命债,死了之后投胎做猪,你现在心甘情愿还债,要老老实实的接受, 你不用担心,我抄渡你,如果你能够忍得住我会帮你,死了之后我会帮你抄渡。 这个猪听了之后,他也不挣扎了,虽然还是很难过,但是他也不挣扎了,他们家里人上去把他重新绑上就扛去杀了。 但是白孝子跟财主讲,他说,你们今天看到这样子,希望你以后能够吃素不要再杀生了。 这样,这个财主就决定以后不杀生了,吃素。 不仅仅他吃素,这财主全家老小二十多口人都吃素,连给他家打偿公固的七十多口子都吃素,厉害不厉害。 白孝子为什么劝他们吃素,他说如果你们答应了我就住在你家里,如果你不答应我就走了,我就不住在你家里。 这个财主看到这一幕,也为了要挽留白孝子,就答应全部吃素。 后来闹土匪,他一家搬到城里去住了,到城里避难去了。 但是家里面家当还是都在这,给他家里打工的也都住在他的庄园里面。 有一天土匪包围了这个庄园,白孝子就念佛做法,结果那些土匪看到他们庄园的墙上人黑压压的, 一人拿住一杆枪,把他们吓坏了,这魔多人,武器装备那魔好,就走掉了。 一枪也莫打,也莫闹就走掉了,而且说那家你们不能去哦,那家去你送死哦,那家枪又多人又多,你看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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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